一名身心障礙者向基隆市政府投訴 表示自己在二月四號晚間坐著電動輪椅 想要搭公車 卻遭到公車司機拒絕載送 建市政府在接到投訴之後 立即調查了 並召開記者會 向這名身障朋友致歉 並承諾會在一週內懲處 並加強駕駛輔導的這個部分 避免類似的事件再次上演 你怎麼一個人而已 身心障礙者坐著電動輪椅 想要搭乘公車前往目的地 但他萬萬沒想到 只是搭個公車 卻要通過層層關卡 公車司機已沒有陪伴者 甚至說出車上客滿 等荒謬理由拒絕載送 留下一點錯愕的身障民眾 在雨中淋雨等候 你聽到是人工居住的家裡 不會耶 尤其是基隆 基隆的公車司機水準算很低耶 有的客門 有人他就不在了 不要說身心障礙的 我們這一般人他就不在了 誇張的聚載事件發生在基隆市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站排處 二月四號晚間六點五十八分 身心障礙者上公車前遭到拒絕後 立即向基隆市政府投訴 我們市府將在這一週之內來進行相關的懲處 並且加強公車駕駛的一個宣導 避免類似的事情再次的上演 是我們要深切檢討的地方 也因為這種事件 代表我們公車處 像我們的乘客朋友 表示這個歉意 司機對這個部門的認知有落差 這個部門我們會加強來督導 那以後也會加強這個部門的這個教育 雖然目前沒有明文規定 遇到類似情況的相關規範 但這回司機聲稱客滿 而忽略聲障民眾的需求 處置方式明顯不妥當 恐怕也將大大影響民眾觀感 記者林千一黃玉杰基隆報導 www.txsglu.nl